欢迎收看这期五分四方表说车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还没有上市的引爆混动 之前我们说一个车的混动版的时候 一直会说我来跟你说说 它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但我觉得这个车不用了 因为这个车不管是从外观和内饰 还是它的这种表现 你不用说它跟普通版的全都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外观因为它这个银色是偏蓝的 然后还有就是内饰的这种颜色搭配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混动版的 而且它在有很多细节的方面 是我比较喜欢的 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碳纤维是真的假的 但是这个碳纤维的前脸用的地方有很多很多 而且它的这种比较张扬的造型 我觉得肯定会符合很多年轻人的这种需求 然后这个也有碳纤维的包袱对吧 我们不去讨论它真的假的 但是我觉得从外观的效果上来看是很OK的 然后车尾这部分 我们现在其实路上经常能看到这个车 因为引爆的燃油板 纯燃油板在市面上卖的还挺好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四出排气 已经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车在动力上面的一个表现 这个车它采用的是一个2.0的一个混动的系统 这个混动的系统有很多 之前你对于混动车的这种理解 可能要从这台车上要突破了 我们原来一直会觉得混动车 它有可能就是续航会长一点 油耗会低一点 但是这台车给到你的续航1537公里 我觉得稍微有点长的有点夸张了 原来我们觉得超过1000的都是很长的续航 但这个已经到了1500多了 最低的油耗可以达到3.0 一般来说综合油耗是在四升出头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了 因为这台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 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热效率 同排量最高的热效率的世界纪录 42.1的这样一个热效率 因为我们一直说热效率高的 比如说像丰田的发动机 差不多在40不到 38 39都属于高 但现在我们自己的广汽的 42.1的这样一个热效率 那在混动的这一块 我们除了续航以外 还会有一个理解 混动的车可能性能都不怎么好 因为它要兼顾省油 它都不怎么快 但是你别忘了引爆 走的是性能车路线 对吧 所以说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能的表现 我们一直会说现在0到100多少多少 但我觉得它的0到60的加速成绩是很亮眼的 因为它比很多的纯电车 0到60的加速成绩都要快 它0到60的加速成绩只要3秒4 快不快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级别 这个价位里面 如果有这样的加速成绩 特别是比很多纯电车要快 那我觉得就很OK了 对吧 然后呢 还要说到的就是混动车带来的好处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轮胎啊 这个轮胎呢 是一个静音的轮胎 所以说呢 这个点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在又省油 性能又好的同时 又想要给到大家一个比较静音的表现 我们到车内去看一下 车内呢 其实我觉得和外观一样 一看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混动的车 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蓝白搭配的一套内饰 当然也有这个碳纤维的试板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这一块的操作界面 我觉得就是整体包括这些UI的设计呢 会让你想要感觉 好像我在开一个这个战斗机啊 这种也也是广气想要给到你们这种氛围吧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 或者是说一个说好听见的降维胆子 我们原来一直说要赛车一样的坐舱 但是现在给到你一个战斗机这样坐舱 我觉得还很厉害 那说到静音方面呢 就是它在怠速时候的静音的表现呢 只有30分贝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也是混动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额外的福利 还有呢 就是它的驾驶的模式的选择啊 也会比这个纯油的那个版本呢会多一些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全景天窗 这个全景天窗我觉得就是基本是从挡风玻璃啊 一直连到了后尾箱的这个后面啊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你这种前排感觉的通透感还是后排的 这种不压抑的程度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之前可能开引爆的时候都没留意到 所以说呢 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年轻社会者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那么多这种像这样的非常吸引年轻人 年轻人可以有各种新体验的车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一下它的价格啊 因为价格还没公布 我们这个拿到的是一个试装的啊 抢先来试一下呢 大家期待一下来猜一下它的价格 我觉得都可以 下期再见 拜拜